大家好 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 是否已订阅本频道 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 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SIA日前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10月全球半导体销售额达569亿美元 较9月增长2.8% 再创新高较去年同期增长22.1% SIA指出 每周10月半导体销售额 环比增长8.3% 同比大涨54% 欧洲销售额 环比增长1.3% 同比下滑7% 中国销售额环比1% 同比增长17% 日本销售额 环比增长0.2% 同比增长7.4% 亚太及其他地区销售额 同比下滑0.7% 同比增长12.1% SIA表示 全球半导体销售 连续7个月成长 预期2024年总销售额 将增长近20% 高于先前预期 2025年 渴望持续增长两位数百分比 世界半导体贸易统计组织 WSTS 月前调升了2024年半导体销售额预估 预期将同比增长19% 达到6269亿美元 2025年 将进一步同比增长11.2% 至6972亿美元 在此背景之下 苹果公司及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晶片供应商 博通公布的第四财技 盈利优于预期 人工智慧需求提振的增长 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剔除部分项目后的每股收益为1.42美元 收入升至近141亿美元 汇总数据显示 分析师此前的预测均值为 每股收益1.39美元 收入141亿美元 博通预计 截至1月的第一财技销售额 将达到146亿美元 符合分析师预期 博通的财报显示 对人工智慧运算的需求 正在对冲其他领域的放缓 博通跟辉达类似 也把自己定位成人工智慧支出的主要受益者 财报公布之后 博通股价盘后上涨约4% 投资者今年纷纷买入博通的股票 押注人工智慧热潮 将推动销售大增 这家总部位于加州帕洛阿尔托的公司曾预测 将从这一市场获得于100亿美元的年收入 超越其他部门 最终 这一数字在上一财年达到了122亿美元 公司执行长陈富阳在声明中表示 这一年 人工智慧收入增长了220% 得益于人工智慧处理器和网络组件需求的推动 博通的半导体部门在截至11月初的三个月中 实现收入82.3亿美元 增长12% 软体销售额增长近200% 达到58.2亿美元 该公司的规模远大于一年前 部分原因在于 赤资约690亿美元 收购了 VMware 另外在去年 作为苹果无线组件的主要供应商 博通与苹果签署了一项数十亿美元的开发5G射品组件的协议 知情人士称 苹果公司计划从明年开始 为其电子装置切换到自主研发的蓝牙和WiFi连接晶片 这一举措将逐步淘汰目前由博通公司供应的部分部件 报道指出 这与苹果从高通公司Qualcomm蜂窝数据机转向自主研发的举措不同 但这两部分最终将协同工作 知情人士表示 苹果这款晶片代号为Proxima 该晶片已经研发数年 预计将在2025年生产的首批iPhone和智慧家居设备中投入使用 报道补充称 苹果公司自主研发的晶片将由台积电生产 与此同时 苹果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发现 尽管他们努力自主研发晶片 以支援运算密集型的人工智慧服务 但很难减少对挥达价格高昂 且供应短缺的处理器的依赖 在6月的年度开发者大会上 苹果表示计划使用自家伺服器晶片 来助力其设备上的人工智慧AI功能 据海外媒体 TheInformation引述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 苹果公司正在与博通合作 开发旗下首款专为AI设计的伺服器处理器 代号为包扯 这款专为人工智慧处理 而设计有望在2026年底量产 报道称 苹果这款AI伺服器晶片 将采用checklight设计 及处理器各项功能 将分别由数款小晶片来 分别进行运算 然后将这些小晶片 通过先进封装技术 整合成单一晶片 这能降低制造过程的复杂度 降低成本 同时也意味着 苹果的整体晶片设计 将保持机密 就连合作伙伴 也难以了解全貌 需要指出的是 包扯 是主要运算核心 将由苹果公司自主设计 其CPU可能是基于ARM指令级架构 关键的AI内核 也将是由苹果自研 主要用于推理任务 预计将委托台积电代工 可能将会采用最新的三奈米制成技术 博通只是为该晶片 提供一款小晶片 chip light Best of breed growth stocks 投资团队负责人 周恩林也表示 博通因这些合作案的 受益程度有限 因为苹果向来偏好采用内部技术 目前尚不清楚 为何苹果在开发自研 AI伺服器晶片 还要另外跟博通合作 不过 AI伺服器需要许多处理器协同运作 博通可能负责这些处理器之间的连接部分 受此消息影响 12月中上旬 12月中上旬博通股价大涨6.63% 收于183.20美元每股 创11月上旬 创11月上旬以来收盘新高 外媒先前曾经引述消息报道 OpenAI也开始和博通台积电合作 开发自家首款 VI晶片 未来将搭配超微和挥达VI晶片一起使用 以满足快速膨胀的VI运算需求 报道称 OpenAI透过博通取得台积电产能 预计在2026年生产首款自研晶片 2023年博通股价已经上涨将近一倍 2024年以来更续涨54% 另外 TheInformation网站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报道 这次苹果正与博通 Broadcom合作开发的自家第一款 AI伺服器晶片 打算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N3P制程生产 届时台积电有望受贿 知情人士透露 这款AI伺服器晶片代号Boucher 象征苹果布上其他科技大厂后尘 加紧脚步研发自家AI晶片 企图降低对挥达晶片的依赖度 也借此节省AI运算成本 自从2020年 苹果推出自家研发的M1晶片后 便开始以M系列晶片 取代英特尔晶片生产Mite系列产品 在苹果累积四年晶片研发经验后 晶片设计实力日渐强大 如今将目标转向AI晶片 早在今年6月 苹果举行开发者大会之前 华尔街日报5月就曾经报道 苹果与台积电正在合作开发 AI晶片将用于资料中心的AI软体运作 苹果内部将这款AI晶片研发计划称为Project ACDC 并表示这款晶片将用于AI推论Influence 也就是用来执行AI模型 不像挥达晶片大多应用在AI模型训练 苹果执行厂库克Tim Cook 在当时已预告 苹果将在6月发表AI成果 并宣称 未来苹果将采用自家晶片来执行AI功能 总体来看 最新消息再次透露台积电将负责制造苹果AI晶片 也凸显博通在这波AI浪潮当中受惠良多 起初 科技大厂争相抢购挥达晶片发展AI模型 但在挥达晶片价格飙涨又一片难求的情况下 科技大厂开始拉拢博通合作 试图研发自家AI晶片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